2009年1月9号,中国著名相声女作家、相声教育家马桂荣女士在北京西兰顺饭庄举行修图仪式。 这是他从事相声教育22年以来首次收图,此次共收郭磊、赵臣、赵健等9人。 按照相声界的传统,著名相声演员贾激光、福振江、李国盛分别为新修弟子的演师、宝师、代师。 常宝华、陈永泉、孟房贵、崔奇、高小潘等著名相声演员也出席了马桂荣的收图仪式。 马桂荣老师今天收图仪,在西莱数尔办,我比较愿意参加。 早年呢,他就教了很多的学生,像现在比较知名的呀,王岳坡呀,英宁啊,等等很多孩子们都是从马桂荣老师手下教出来的。 后来马桂荣老师呢,他就在学校里边办这个少年的班。 很多小孩,现在活跃在相声界的很多年轻人都是马桂荣老师教出来的。 马桂荣老师呢,还能搞创作,他是一个很勤奋的人,他酷爱相声,他等于把他这个几十年的时间都扔在相声里了。 我对马桂荣同志不是太了解,但是我知道一些,我知道他经常教一些孩子说相声,甚至于有的写相声,都要通过他来指导,帮助,删减,等等。 总而言之一句话,马桂荣先生对于我们相声事业,做了不少的事情,我们应该向他学习,这是一个很大的贡献。 我跟马老师认识了,也是几年以前去马老师那听课,然后呢,后来就认识了马老师,最后真正的接触是在海淀小区场,跟马老师有了更深的接触。 马老师最后到了西海包厕,把马老师叫我来,一直帮着我们,很帮助我们马老师,举个例子来说,原来我马老师他每场是有个本,记场记,每场谁谁谁谁,这有什么错误,时间长于短,马老师都会记不下来,反正我说,他呢,就会挨个跟美严人一起说,美严人都会很多的改造,业份有所提高,是专门抽筷的。 马国荣老师已年过半百,横市相声事宜的22年来,他不仅写了上百个相声段子,还教过上千个学生说相声,其中不乏外国的留学生。 在他的学生中,英明、王月波分别考入了煤矿文工团和全总文工团,成为了专业的相声演员,并在百姓中小有名气。 马国荣老师呢,是我们全国为数不多的相声女演员之一,女相声创作家,可以说是佼佼着,女相声教育家,应该说是成果最多数的一位,是我的启蒙老师。 他不仅是交给我相声,并且他是我现在从事相声事业的一种动力的来源。 马上为人很好,对待自己的学生也好,徒弟也好,哪怕仅仅是登门来求教的,都是一字一句认认真真地去交相声。 虽然像这样,现在像这样你的老师很少了。 马国荣先生呢,他是首先他个人酷爱相声,另外一个就是多年来,他从事培育相声幼苗的工作,从小孩培养起。 而且在他培养的,多年来培养的这些孩子当中,有的今天已经钻露头脚了,是吧,而且都被观众所接受。 所以,马国荣应该说,他是一位相声教育家,他对相声事业的发展,是做出了贡献的。 我们对于真正为相声做出贡献的人,我们是不会忘记的,我们从心里是推崇的。 马国荣老师将在下周做客中国广播网直播间,为网友讲述他的相声教育生涯,敬请您关注。